其實人類透過物質藥物來轉換自己的歷史精神狀態 其實已經有很長遠的歷史 例如魏晶南北朝時代的時候有一種東西叫五石材 他把那個石衣或者是中乳石的粉末 剷下去之後 人類可以藉由這個東西達到歷史這種狀態轉換來寫詩詞歌曲 所以魏晶南北朝時代輕嘆旋旋就非常非常興盛 有一個原理也是這個 也就是東方的細皮時代可以這樣理解 還有中南美洲的骨骸姑夫 這個也是有很長遠的歷史 所以人類跨越意識講解 其實是一個長期被污名化的一個精神管道 我們應該要證實這個行為 也可以說追求Kang的一種境界 就是你可以透過酒精 你可以透過所謂合法的毒品去轉換這些意識動態 可是我們看待酒精跟大麻卻是不平等 這些現在在分什麼一級啊二級啊三級啊這些分級 這些分級完全都是沒有經過科學實證的分級制度 他們所稱的毒品危害防治問題 這個其實是政治問題 不是科學問題 如果說我們今天要用科學來分類 第一級毒品就是煙酒 一級毒品 煙酒啦 Halloween啦 我們可以讓我們那個在路上看到 新鮮東西我們都可以打電話 就是我們沒有人在使用 一起準備 大麻本身有非常多的醫療價值 這個醫療價值不是我們在這邊隨便說說而已 它的醫療價值已經經過世界衛生組織 就是WHO跟世界衛生組織 WFA的認可 那同時大麻的據料和法化 也已經在世界各國吹起了旋風 那台灣這股旋風始終 進來台灣最大的原因 就是來自於政府以及媒體 長期對於大麻的污名化 讓大麻這議題在台灣 沒有辦法被理性的討論 語言的極限就是世界的疆界 如果沒有失誤能夠藉由文字或語言正確表達 那我們就不能進行相關概念的思考 所以同事者可以藉由 減少或精神致詞的數目 可以縮在人民思想的範圍 那轉變流蓄資產含意 可以改變思想的分子 它的目的就是為了 為了要控制 它明明在國外已經是用作 醫療醫藥物的很多情況 那我們台灣人之所以會被限制出 就是很大一個原因就是 反例成毒品的時候 人民的思考就會 某種程度上已經被限縮在毒品狀態裡面 刑法它原則上 只能處罰 侵害他人利益的行為 像是殺人啊 商人啊 或是你偷人家東西 所以處罰 使用非法藥物使用者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有問題的 因為在法律上 基本上 國家應該限縮自己的權利到 要盡量 非必要 絕不以法律來侵害了你的權利 那 這個其實 你自己 傷害自己 而且 你有些 有些藥物 像LSD 甚至 對自己 也很難造成傷害 那我不知道這到底是在處罰什麼 什麼意思 對 這題就是 你自己 不要亂說 你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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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在音樂中 你抱著特色口 在這幾分鐘你還想破 卻是在假裝 我是親戚的人 我是親戚的狠 我是稀毒的人 提供的狠 看著看四周 眾人皆醉我獨信 什麼大麻不好 明白才是善用毒品 就代表說不 人獨立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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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